又是好几天没出门 今天一出来发现我们这儿的汽油降价了 3块8毛9 这个3块3毛9这是什么 87号最低的那个 降价了 我家这小孩 昨天晚上在玩跑步机的时候 把脚给伤了 今天带他到诊所来检查一下 昨天晚上孩子伤了之后 我们就想带他到医院里去看看伤情 他妈妈在网上查了半天 急诊那里人太多 怕有流感啊 或者是新冠啊 交叉感染 所以就不考虑了 诊所有的是很早就下班了 有的是没有X光机 只好等到今天来这里 诊所在美国是最基层的医疗单位 一般都给看全科 规模都很小 所以就设备很少 这家诊所是华人王医生夫妻两个开的 来的病人也基本上都是华人 王医生在国内时就是骨科医生 所以这个诊所以看骨科和儿科为主 他们这里有X光机 能不能抱他过来 你两会儿去抱他说 哦 因为他没来过了 不是酒 这是39英尺 夹进去了 对 夹进去了 停下来一下夹进去了 夹进去了 我就赶快给他抱下来了 这个疼不疼 不疼 疼 疼就说疼 疼 疼 这个地方疼不疼 疼不疼 疼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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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骨头应该没问题 不是鸡头里的鸡头很紧对吧 就是那个叉松袋抹了一下 就是整一个那个因为它有个巢 然后之后进去手把袜子带进去 嗯 那个脚会小 这个这个骨头可能挺很小 不是很大 这都不疼了你看看 这一边都不疼 这都不疼 对吧 这都不疼对吧 这是骨头的地方 这都不疼 你不能碰到这块 这块肯定会成 好吧 你就给它插一下那个什么药就可以 插一下那个抗密疏软膏就可以了 我们昨天才弄了 插那个就可以 我那个昨天它迪迫 在那一看了之后都白了嘛 然后我们就给它上了两个药 因为我知道这是止血的 这个没水这个应该没水 不用拍电了 不用拍电了 这个不用拍电了 我觉得不用拍 除非呢 你可以等你一到两个礼拜 如果它足弱还是可以烫了 经医生诊断只是擦伤 骨头没事 这下就放心了 最后给涂了点药 贴了两个创可贴 搞定 每个小朋友临走的时候 诊所阿姨都会给带上糖果和零食 对 对 对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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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